me too 風暴延燒到演藝圈 替許節會被爆出性騷擾事件推圈後 就連最近演出人選之人 備受關注的黃劍偉竟然也遭爆料 16日一名女網友在網上發文控訴 套路自己多年前因為吃安眠藥後 遭到人選之人的男演員 趁機性交 原本以為是意外 後來才得知對方是慣犯 人眾也點名謝盈軒等人 難道都不知道她在學校的事蹟嗎 發文一出立刻引爆討論 之後女網友更直接點名 對 就是黃劍偉 而黃被爆料之後 立刻透過經紀公司發聲明 說自己沒有做違法的事 但承認年輕時確實有很多交往對象 但對於近20年前曾經來往的敘述 並非事實 相交由律師處理 和黃劍偉結婚11年的蔡宣燕 事隔一天後也發聲表示 劍偉年輕時確實情史豐富 我和她結婚之前就已經摸透透她的過往了 但她是一個做事有底線 有原則的人不會做出違法的事 還分享了夫妻日常說 平日裡關於錯誤 有做過的她一定會承認 並且道歉改進 而關於那些沒有做過的事 我自己是當梗圖在看 用行動力挺老公的清白